作词 李宗盛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人家说中国儒家的学术跟大乘佛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 这个儒将通 佛也将通 族群与族群之间要沟通 现在由于交通便捷 资讯发达 我们对于远方的朋友们 要懂得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沟通 我们每天早晨这半个小时的聚会 在网络上跟大家沟通 族群之间要沟通 宗教之间更要沟通 过于过之间 希望我们每个人齐心动念 所思考的是整个世界的难权 中国古代 所谓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那个时候指定是一个国家了 今天我们要把星亮 眼光扩大 国家的兴衰 世界的安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国家为什么衰 世界为什么违 犹犹不通 国家要兴旺 世界要安定和平 关键就在一个通俗 这个是最低限度 我们要有这个信量 要有这个认知 认真陆离 去做沟通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